见素宝躲在柱子后面 木龟樊下一时跟着躲在柱子后面 探出一个脑袋 嗯 在偷看什么 素宝 咦 倒霉鬼竟然找到了宿主 会议室里面 被倒霉鬼附身的那人 正在紧张地按着圆珠笔 一边低头看着什么 突然圆珠笔的弹簧崩了出来 休一声弹到他眼睛上 他顿时无言 慌乱中放在面前的一次性水杯被碰到 那水应该是热水 烫得他跳了起来 整个会议室的人都看了过去 苏锦玉都能想象出那人的尴尬 他惊叹道 果然是倒霉鬼 木龟樊手肘抵在柱子上 也正在看着会议室里那个人 见状微微挑眉 应该是在应聘 看面试官的脸色 大概还没开始就失败了 素宝敏纯 是我们害的 把他揪了出来 却没有及时找到他 见到小家伙自责的样子 苏锦玉飞了过去 放心 妈妈帮帮他 素宝正要说什么 苏锦玉已经飞了过去 素宝张了张嘴 这这这 那个叔叔头上有倒霉鬼 妈妈是幸运鬼 所以 接下来他会是 既倒霉又幸运 木龟樊将素宝拎了起来 单手抱着 去找你大舅舅 素宝 可是 他看向会议室 倒霉鬼脸色变了 苏锦玉正一巴掌 拍在他那扫帚发型上 嘴一张一合 正在说什么 素宝正要下来 就见苏一辰走了过来 素宝 男人一身西装 西裤腿晕烫的笔直 身姿挺拔 向来冷硬的面旁此刻 带着几分柔和 让周围靠得近的男男女女 都晃了神 素宝伸手 大舅舅 苏一辰见他手里 好像捧着什么 也没介意 直接将他抱了过来 此刻的会议室里 面试官念了几个人的名字 然后对剩下的人表示歉意 高远航叹气 果然就不该抱有希望 大家收拾着东西 被点名的人兴高采烈 跟着面试官出去了 高远航正要走 突然面试官又回来 静止看向高远航 那个 高远航 你来一下 高远航一愣 旋即欣喜不已 他有机会 他连忙收拾了东西 这时候 却突然踩到了一根电线 高远航心底咯噔一声 果然看到电线插头 那边滋拉一声 烧了 头顶的灯泡 发出喷一声巨响 炸了 倒霉的是 炸掉的灯泡 就在他头顶 幸运的是 掉落的碎片 竟然没一块砸到他 高远航 二你跑呀 跑破皮鞋也跑不出去 高远航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被录用了 而且是苏总亲自点名 所有人都猛了 趋想将一份表格递给他 填好这份表格 今天就入职 没问题吧 高远航连忙说道 没问题 被前公司辞退后 他竟然又找到了一个 比前公司待遇更好的工作 苏氏集团 是多少人激破头皮 都进不来的别人家公司啊 看来 他也没那么倒霉 高远航欣喜地 拿着表格回到岗位上 刚填完 就收到一条信息 XX 你租的公寓被盗了 损失惨重 下班去XX做一下笔录 高远航 正在这时候 手机叮咚一声 他昨晚顺手参与某巨头 智能显示公司的抽奖 竟然中奖了 您好 你抽中XXXX曲面屏 信号1 已给您同城快递 请您注意查收 高远航挖一声 那个曲面屏 他想要很久了 两万多一台 一直没舍得买 竟然被他抽中了 然而 他还没高兴两秒 又收到了物流公司的信息 抱歉 一直打您电话不通 您的XXXX曲面屏 在运输过程中碎了 由于属于不可抗力因素 路边火灾 所以我私不承担赔负责任 请与商家联系 恰巧的是 商家也正发消息过来 截图了奖品规则 不可抗力因素下 不会再补发 高远航 叮咚 商家 您早上点的外卖已送餐 叮咚 起手 对不起 我车停在路边 您的外卖被狗吃了 高远航 表情渐渐麻木 他看不到的是 此时他头上趴着一只鬼 旁边还跟着一只鬼 你们就把我当作一个屁给放了吧 他抓紧了高远航的脖子 把他拉过去 苏锦遇到 不行 他抓住了高远航的领子 把他拉过来 高远航在幸运和倒霉中 反复横跳 上一秒幸运 下一秒倒霉 又或者上一秒倒霉 至极下一秒 突然又撞到好事 素宝看着高远航 高远航很快填好了表哥 结果路过同事水杯里的谁撒了 他只好去打印 刚把空白表哥打印出来 忽然打印机 冒出一片青烟 罢工了 沐龟凡 这人是倒霉鬼俯身了 素宝差异看向他 爸爸你怎么知道 沐龟凡 猜的 看着人挺倒霉 大概就是素宝说的 倒霉鬼在他身上了 一点点小事 素宝却双眼亮晶晶地夸赞 爸爸真厉害 沐龟凡一勾唇 必须的 苏一辰让曲响 直接把高远航带进总裁办 外面办公室顿时窃窃私语 哎 你看这个人像不像视频上的这个人 哇 男助理跟老总酒店开情侣房 办公室激情时 就是他 他现在来应聘总裁住 是看上我们苏总了 草 那么多女的情敌还没干得过 竟然来了个男的 苏总这么多年 身边一个女的也没有 该不会是 众人目光震惊 探究 如遭雷劈 好好的面试 突然苏总直接把人叫进办公室了 对了 刚刚还有一个超级超级高且 超级超级帅的人 牵着苏总最疼爱的小外甥女来找他 难道苏总一直不尽女色 其实是尽男色 众人看曲响的目光又不一样了 到底哪个是苏总的正宫 曲响 他看向一旁低着头的高远航 尹慧说道 你的岗位是办公室外外务助理 不会有问题吧 高远航 您放心 不会有问题 曲响已经升职称总住了 助理办的岗位都有调整 所以才会再招一个新人 高远航心底很激动 跟着曲响进了总裁办 曲响出去后 却巴搭一声 把门反锁了 苏总交代的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高远航心底一惊 连忙抓住门把手 等等 我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高远航人都傻了 脑瓜子嗡嗡的 突然一个慵懒的声音传来 不用白费劲了 紧接着一个 奶生奶气的声音 你讨呀 跑破皮鞋 也跑不出去打 然后是冰冰冷冷 没有一点感情的声音 坐 高远航一回头 就看到办公室里 两大一小镇盯着他 呃 怎么有个小孩子 不过看到素宝 高远航的心 狠狠地放下来了 有孩子在 不会出什么事情 高远航挑了一个 离木闺樊 苏一辰最远的位置 却离素宝最近的位置 战战兢兢坐下来 苏总 您找我 他问道 苏一辰 你前两天去X是出差了 高远航奇怪怎么会问这个 点头如实道 是的 苏一辰 听说 你跟你们老总开了一个房间 高远航 是 是的 木闺樊突然来了兴致 喝了一声轻笑 发生了什么 展开说说 素宝用力地点了点头 嗯啊 展开说说 他一边说着 一边露了露不存在的袖子 准备抓鬼 高远航 这两大一小 确定是正经的吗 苏一辰抬头看了他一眼 声音依旧是清冷的 没有一丝多余感情 放心 只是了解一下真相 确定要不要留你 高远航明白了 苏是可能想录用他 但又怕他是目的不纯的人 他立刻表态 苏总放心 一切都是误会 他把跟老总出差那晚的事 简单说了 不过 掠过了洗澡时 不小心把窗帘打开的事 他头上的倒霉鬼 就没这些顾忌 在苏景玉的威压下 憋屈地 把那晚上害高远航的事 一五一十全说了 苏景玉 Sigma 记长 素宝疑惑 什么是水床 高远航 苏一辰 目归凡 二九我会对你负责大 素宝看着眼前的爸爸 大舅舅 和被倒霉鬼附身的叔叔 怎么一个个都咳嗽起来了 他继续问道 水床是用水做的床吗 还是床放在水上面 那会沉吗 还是床上装满了水 要是床上装满了水 那不会漏水吗 那人是睡在水里吗 小家伙一脸疑惑 一口气问了所有 让他困惑的问题 然而大人们咳得更厉害了 爸爸更是说 小孩子不许问那么多 真是奇怪 大人又要求小孩懂事 可是小孩子不问那么多的话 又怎么能懂事呢 素宝小小的脑袋里 装满了大大的疑惑 他看向妈妈 谁知道 妈妈跟倒霉鬼吵得更凶了 应该说 妈妈打倒霉鬼 打得更凶了 素宝问 妈妈 水床是什么 苏景玉道 呃 这个 我也不是很清楚 他含糊其词 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 动手狂嚎倒霉鬼的头发 倒霉鬼 宝 你就别问了 你妈都快把我发型删她了 素宝撇撇嘴 好吧 大人们真奇怪 不说就不说吧 他回去后 找和问哥哥问 素宝气哼哼地 走到高远航面前 伸手抓住倒霉鬼的脚 你自己走 还是我请你 小家伙十分霸气地说道 一看就是学素一尘 目归凡的 高远航不知道是对倒霉鬼说的 站起来说道 我自己走 果然那天的事 就是倒霉的起点 不管面试哪家公司 都是一样的结果 却见素宝抓住他的手 把他按到座位上 叔叔你坐下 放心哈 素宝会对你负责的 高远航 虽然不知道这小家伙在说什么 但是 救命 这小家伙好忙 明明是个小萌娃 却一脸严肃正经地对他说 会对他负责 高远航只觉得有趣 忍不住问道 那你要怎么对我负责 素宝回想了一下 师父复骗人时候的样子 做出一脸煞有介事的表情 素宝掐指一算 叔叔你将有血光之灾 要想化解 得按我说的做哦 高远航忍不住扑斥一声 这小奶团 怎么跟个江湖骗子似的 学得还挺像 正常人怎么可能相信什么血光之灾 这小家伙 一定是电视看多了 高远航笑了笑 谢谢你啊 小朋友 不过 话没说完 只觉得脖子一疼 人就晕了过去 由于晕过去的时候 没人接住 意外刻在桌角边沿 嘴唇划出了一道小小的血痕 真 血光之灾 素宝愣住 木龟凡转了转手腕 小乖仔不是要抓鬼吗 抓吧 大力气的事情 还能勉强蒙混过去 抓鬼的事情可不好说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所以 木龟凡干脆把高远航打晕了 解释都懒得解释 骗更没必要骗 晕过去的高远航 我谢谢你 素宝煞有介事的点头 明白了 这大概就是爸爸常说的 解决事情不必拘泥 他抓住倒霉鬼的脚 一个过肩摔 二打 速度速度 速度抓鬼鬼 速宝想着 又哈一声 把倒霉鬼再翻个面 倒霉鬼被迫从高远航身上剥离 整个鬼都是傻的 为什么打我 他吐血道 我又没说不走啊 速宝眨眨眼 可你也没说自己走啊 倒霉鬼 这话 真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倒霉鬼简直生无可恋 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宿主 结果呢 还没几天 又被抓了 速宝把魂壶扔出来 去把超强皮卡丘壶 众人 速宝已经问过了倒霉鬼的名字 生辰八字 哪里人以及怎么死的 所以现在没有再审 直接抓了 倒霉鬼明白自己这倒霉体制 反抗只会更倒霉 所以干脆躺平 倒霉鬼以为 被收进魂壶 绝对会生不如死 谁知道进了魂壶 却见里面有几个鬼在斗地主 花心鬼 一 又来了一个新鬼 丑阿姨 地位一 懦弱鬼 终于可以喘口气 花心鬼笑眯眯 把自己的手拔下来 当场表演了一个炸烟花 甭欢迎新人 倒霉鬼 新号新号 木龟凡捡起魂壶 仔细地看了一眼 就这么个指甲带大小的东西 里面竟装了几只鬼吗 过来 他把素宝抱在怀里 将魂壶给重新给他戴上 问道 抓完了 素宝 笨的 哎 累习我了 木龟凡 咋呀 你好像也没做什么 素宝欢快地 跑到苏一辰面前 大舅舅 回家了 外婆做了下午茶大礼包 他和爸爸绝对吃不完 外公老了 外公也吃不了那么多 可是 不吃的话 外婆会伤心的 所以 大舅舅必须回去 苏一辰不知道 素宝把自己拉回去 是这个理由 只是无条件地宠着素宝 说道 好 他把曲想叫进来 交代了一些剩下来的事情 曲想一一记下 然后看向沙发上 不省人事的高远航 呃 他呢 要录用吗 苏一辰点了点头 小家伙刚刚自责 说前几天不小心把倒霉鬼放了出去 害得高远航丢了工作 他作为大舅舅 自然要给他收尾 正好总裁办去一个日常助理 就高远航了 新号新号 苏家 苏老夫人咬了一口自己做的苹果派 嘀咕道 很好吃啊 素宝跑什么呢 吴妈说道 小小姐可能只是有事急着走吧 苏老夫人撇嘴 他一个小孩 能有什么急事 这时候门外传来声响 素宝飞快跑进来 外婆 素宝回来了 苏老夫人脸色一喜 立刻说道 回来得正好 尝尝外婆做的苹果派 素宝十分给面子的 嗷五咬一口 竖起拇指夸赞 外婆做的苹果派真好吃 素老夫人一听 高兴地拿了四五个 放进他手里 素宝一溜烟跑出去 抓起一个 就塞进穆归凡嘴里 又抓起一个 塞进苏艺成嘴里 嗯 还剩两个呢 素宝盯着苏艺成 见苏艺成 勉强把嘴里 那个吃了 立刻又把手里的塞进去 穆归凡 水 素宝很贴心地去拿了水 见穆归凡 把嘴里的吃完了 立刻又眼疾手快地 给他塞了一个 完事之后 高兴地跑向厨房 外婆 我们都吃完了 苏老夫人乐呵呵 正好 银耳莲子羹冰正好了 素宝 好嘞 穆归凡立刻要走 嗯 想起来了 有个事要跟上面领导汇报一下 苏艺成提起公文包 有个文件忘了签 我回公司一趟 苏老夫人正好端着银耳莲子羹出来 说道 站住 吃完再走 说实话 苏老夫人的手艺其实不差 不管做的饭菜还是甜点 味道都不逊色于五星级餐厅 只是苏老夫人早上七八点做早餐 十点做饭后小吃 中午十二点吃饭 下午三点来个下午茶和甜点 六点左右吃晚饭 饭后还有个水果茶 养生粥 好家伙 临睡前还问你 吃不吃宵夜 任谁都顶不住呀 素宝刚到苏家的时候 瘦不拉几 现在小脸蛋有了一圈婴儿肥 小手手也肉肉的 整个抱起来都是软乎乎的 要不是穆归凡天天去跑步 锻炼 估计现在八块腹肌都和为一块 苏一辰打出去一个电话 瞿想 把公司那个新项目的文件拿过来 对了 你把高远航也带过来 电话那边 瞿想一脸糊涂地挂了电话 他走向总裁办 结果发现 一群人围在门口偷看 看什么 还不快去做你们的事 瞿想沉着脸说道 众人顿时一哄而散 一个个地假装打印文件 泡咖啡 找同事一事 瞿想推了推高远航 好一会儿 高远航才一脸迷茫地睁开眼睛 走吧 瞿想说道 高远航迷糊地爬起来 忍不住摸了摸脖子 怎么感觉脖子酸酸的 他刚刚都怎么睡着了 嘴唇传来一阵疼意 他下意识摸了摸 结果撕了一声 瞿助理 我们要去哪里 高远航跟在瞿想身后 问道 瞿想道 苏总让我们送一份文件去他家 高远航 啊 哦 好 两人走后 办公室轰一声 跟开水滚了似的 看到没有 他的嘴唇被咬出血了 我的天 这是有多激烈 妈呀 他们貌似去苏总家了 这么快 就见家长了吗 等等 刚刚苏总不是 带那个又高又帅的男人回去了吗 现在驱助理和新来的小助理也过去了 这是什么家庭伦理大局 半天过后 曲想和高远航 不知道什么家庭伦理大局 只知道自己去的时候好好的 回来的时候 肚子都快要被撑破了 素宝看到高远航 忽然又想起了水窗 他连忙跑到苏和问房间 苏和问振动着一个鱼网 鱼网上绑了好多个小铃铛 他旁边还放着一碗朱砂 现在正在拿朱砂 把网和铃铛都染红 素宝好奇问道 哥哥 你在干什么 素和问道 我在做一个捕鬼网 就是晚上撒出去 能捞回来七八个鬼那种 素宝 像捞鱼那样子 素和问 嗯嗯 素宝 哥哥 你又怕鬼 又捞那么多鬼鬼回来干什么呢 素和问看了他一眼 帮你抓鬼呀 素宝饿了一声 拍拍苏和问肩膀 哥哥你看 说把他小手晃呀晃 然后一顿乱话 一个像月亮那样 闪着荧光的八卦罗盘 显现在眼前 素和问愣住 素宝收回乾坤八卦 又黑的一声 飞出去一张红色的网 素和问 他看了看素宝的网 又看了看自己的网 这 他貌似白做了 素宝收回副灵网 瞧瞧说道 哥哥 所以我们不研究这个了 哥哥你知道水床吗 素和问猛逼 什么水床 素宝顿时一脸失望 原来哥哥也不知道啊 素和问瞪眼 谁说的 我知道 你等着 说完他打开电脑 百度 水床 素和问念道 水床 顾名思义 就是床里面有水的一种软床 它是运用水的福利原理创造 能够完全贴合身体曲线 均匀支撑全身重量 减轻身体自重 对脊椎 肌肉 微血管 和神经系统的压力 对脊柱 起到特别护理作用 素宝哇哦一声 听着好棒的样子 这水床也没什么啊 为什么大人都不回答他 素宝立刻举手手 哥哥 我想要水床 素和问点头 好 什么抓鬼网 罗盘 他做不好 一个水床还安排不了吗 素和问打开网页 三分钟 查阅了水床的全部信息 什么软包水床 硬包水床 说干就干 素和问找庸人 拿了一个超级大的塑料袋 以前照着床垫 沙发的大塑料膜 又大又厚 然后 把塑料袋铺在床上 拉了水管 就往里面灌 最后把口子砸紧 再把床单往上面一扑 好了 你要的水床 素和问十分骄傲地说道 还煞有介石的科普 水床不能装太满 不然就会像气球一样膨胀起来 人都躺不上去的 素宝双眼放光 哇 哥哥好厉害 哥哥你懂得好多啊 素和问 尾巴都要翘起来了 那当然了 两个小孩兴奋地蹬掉鞋子 爬到床上滚了一圈 素保高兴道 冰冰凉凉的 好舒服 素和问 是啊 感觉躺在水面上睡觉 两人都觉得好玩 素保一溜烟跑出去 我去叫韩寒姐姐 韩累做完了两页 练字作业的韩寒 快要睁不开眼睛了 爸爸 我困 苏子凌不为所动 我检查检查 要是写错要重写 还没说完就见素保探进脑袋 韩寒姐姐 你做完作业了吗 我给你看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韩寒立刻扔下笔 做完了做完了 走走 苏子凌 韩寒拉着素保跑得飞快 是什么好玩呢 不写作业的韩寒精神了 素保拉着他上了床 拍拍床铺 姐姐 你快躺下 韩寒狐一地躺上去 旋即眼睛一亮 床会冻哀 软软的 冰冰凉凉的 好舒服 素保哈哈一笑 不是床会冻了 这是水床哦 里面有水的 韩寒一脸探浮 原来还有水床这种东西 躺在水上面睡觉 好好玩 几个小孩都觉得好玩 素保又一溜烟跑出去 我去叫子西哥哥 不一会儿 苏子西被拉来了 一脸不耐烦的样子 就你房间 能有什么好玩的呀 真是幼稚 但往床上一趟 他眼底露出一丝惊叹 哇哦 好奇怪的床案 素保兴奋到 好玩吗 苏子西磨磨蹭蹭 嗯 一般般吧 素保又跑出去 我去叫和文哥哥 苏和文一脸沉稳 冷淡地看着 躺成一排的小屁孩 幼稚 他单手插兜 十分无语 素保招手 哥哥你来试试吗 很好玩的 韩寒在床上蹦的 真的很好玩 却听身后忽然传来哗啦一声 紧接着是几个惊呼的声音 哎呦 他回头一看 顿时忍不住嘴角一抽 二百五十一 见不见 只是一种选择并非结果 水床破了 哗啦一声 水从一个口子猛喷出 床尾斗柜上 素保画画的颜料 全被扫了下来 刹那间什么颜色都有 地上的地毯也全都湿了 一片狼藉 素保 韩寒 苏子西和苏和文 一脸猛逼地躺在床上 浑身都湿漉漉的 被砸啊枕头什么的 全都湿了 被扑到的电线插座 滋拉一声 崩一声短路 瞬间冒烟 睡熟中的小五 吓得扑腾乱飞 嘎嘎大喊 救命啊 救命啊 这回真着火了 整个苏家庄园 陷入一片黑暗 苏和文 半分钟后 被用电源启动 电工师傅紧急抢修 苏老夫人赶上来 看到房间里的惨状 感觉血压都升高了 这谁干的 苏老夫人吐血 几个小孩 一个个搭了脑袋 不敢吭声 苏保小心翼翼地举起手 外婆是苏保的搜主意 苏老夫人 含含连忙说道 我也有份 苏和文站出来 这些都是我做的 苏子西 我也插了一手 苏和文沉默半上 算了 谁让她是老大 奶奶 水床是我做的 弟弟妹妹都不懂事 是我没带好头 我的错 可怜苏和文 过来啥也没做 就光背锅了 苏老夫人瞪眼 全都给我出去罚战 等等 把衣服换了 顶个盆出去罚战 几个小孩乖乖地换了衣服 一个个头顶着水盆 两边手扶着 老老实实贴墙站着 苏一辰 目归反几个过来的时候 就看到走廊上 站着一排小孩 一个个头顶水盆 可怜兮兮地罚战 这可真是 人人有份 苏锦衣看着这样一串 被罚战的小萝卜头 忍不住扑斥一声笑起来 莫名想到小时候 他被罚战 他的几个哥哥 也陪着他罚战的场景 没想到过了十几二十年 他还能再次看到 这样的场面 不愧是他骂 宝刀未老 目归反好笑地问道 怎么的 你们这是把电路板拆了 素宝十分诚实地说道 爸爸 没有呀 我们就是 坐了一个水床 然后在水床上滚呀滚 水床就破了 寒寒无辜地跟着开口 然后水泼到插座 苏子熙一脸无所谓 然后整个电路就短路 烧了 苏和问 是我坐的水床不够结实 我知道了 肯定是材料不对 寒寒 我觉得是风口没砸紧啊 速报 我觉得是我太重了 还有 我们不该滚来滚去 几个小孩子 叽叽喳喳地讨论起来 研究水床为什么会破 并总结经验 下次做水床 要套两层塑料袋 顶着盆罚站 都不能让他们闭嘴 苏老夫人太阳穴秃突突地 咬牙切齿地 看向苏一辰和木归反 什么水床 什么滚来滚去 小孩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苏一辰 木归反 这个 是真的冤枉 苏老夫人 一天天的 你们在外面都叫他什么了 我老了 管不动你们了是吧 赶紧的 都给我过去站着 苏一辰 暗木归反 他们应该在房间里 不应该在这里 于是 一串小萝卜头的队伍里 又多了两个高大挺拔的身影 小孩子们眨眨眼 好奇地看着他们的爸爸 姑父 和大舅舅 爸爸大伯 好奇怪 为什么爸爸 姑父 和大舅舅 爸爸大伯 也被罚站了 苏锦玉差点没笑地背过气去 记长嘴角就没停下来过 一抽一抽的 小五惊魂未定地站在窗户边上 小脑袋晃了晃 葫芦娃 葫芦娃 一根腾上七个瓜 嘎嘎嘎嘎 众人 鸡飞狗跳过后 最终以苏老夫人答应 给苏宝买一张水床结束 不过怕他着凉 立下规矩 只能白天的时候玩 苏宝从这件事中 又学会了一个道理 做错了是挨罚站的 爸爸来了都不好使 大舅舅 来了也不好使 这个家庭中地位最高的是外婆 惹谁都不能惹外婆 嗯 苏锦玉看着眼前的一切 很温暖 很温馨 也充满了幸福和欢乐 可惜她再也不能参与了 今天孩子们刚放了暑假 距离七月十四中元节 也只有不到两个月了 苏锦玉一直在迟疑着 要不要再见老太太一面 要不要再和他们生活一段时间 她想好好道个别 可更害怕相处一段时间后 老太太再次面临离别 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的生活 再起波澜 也许这样是最好的吧 苏锦玉喃喃道 如今苏家越是幸福 她越不该和他们相见 所以才一直拖着 一天又过了一天 努力地让自己剥离 也努力地让他们不再记起她 心好心好 晚上 素宝暂时和韩寒睡一个房间 苏老夫人过来查看 两人睡着没有 发现韩寒早已呼呼大睡 素宝却还睁着眼 苏老夫人问道 在想什么呢 她心底开始后悔了 是不是刚刚罚站太严重了 却听素宝说道 外婆 你会想妈妈吗 刚刚她看妈妈笑着笑着 忽然有点失落的样子呢 素宝知道 妈妈一定是怕外婆伤心 所以不敢再见外婆 那外婆会想再见妈妈吗 苏老夫人抚了抚素宝的小脑袋 无比心疼 素宝想妈妈了吗 外婆也会想你妈妈 不过没关系的 你妈妈一直活在我们心中 素宝抬眸看她 外婆 你想见妈妈吗 苏老夫人脸色慈祥 没有说想见还是不想见 只是说道 睡吧 她已经七老八十了 等她中老 就能见到她的育儿了吧 所以无所未见还是不见 更重要的是 她的素宝要好好的 素宝抿唇 妈妈准备要去投胎了 以后谁都见不到她了 可妈妈也就见过大舅舅 妈妈和外婆 好像都很怕再见 这是为什么呢 小小的素宝 没办法想明白 大人的这些复杂情绪 渐渐地闭上眼睛 沉入梦想 一旁的寒寒翻了个身 呼 呼 苏老夫人笑了笑 给两个小孩搁上薄被 又调了调空调 这才出去了 苏景玉就站在门口 忍不住低声道 妈 苏老夫人没看到什么 只觉得心底又有那种奇妙的感觉 她低难道 玉儿啊 妈知道你一定在这里 一直在这里的对不对 只要妈知道这点 就够了 她不奢求相见 只希望大家伙都好好的 素宝好好的 玉儿好好的 孩子们都好好的 这就够了 苏景玉看着苏老夫人蹒跚的背影 突然之间就想明白了 见不见只是一种选择 并非结果 252不赖床的人生算什么完美人生 天色如墨一般浓黑 夜晚的监狱里 如同笼罩了一层看不见的结界 记长几番查看 皱着眉 倒霉鬼是恶鬼 能让恶鬼被困在这里的原因 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有人在背后悄悄做什么 记长沉思 他看着像个道扣的半圆笼罩着的监狱 找到了八个方位里埋着的几块牌子 证明了有人在用这座监狱镇压着什么 但他还找不到那个人 不知道是谁动的手脚 现在只能等 星号星号 今天周六 苏一辰没去公司 在餐厅坐着吃早餐 木龟凡一早就去跑步了 除了跑步 一般他还会去军部一趟 早晨五点出门 一般要九点多才回来 苏银尔 苏子林他们要监察工程 苏一辰作为医生 几乎也没有周末 苏月飞天上飞的时间更不规律了 苏落进剧组的时候 一般一去就是几个月半年的 所以现在反而是苏一辰和木龟凡 在家时间更多 放了暑假的小孩是最开心的 一个个都睡了懒觉 八点都没起来 苏老爷子有意见了 小孩子从小就应该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 不然长大也是懒懒散散的 一个个都睡到八点 像什么话 一点自律都没有 苏一辰假装没听到 苏老夫人白了苏老爷子一眼 懒床怎么了 你老了睡得不多 人家是小孩 小孩就是要多睡觉的 再说了 他们不都早睡了吗 虽然他们起得晚 但是他们睡得早啊 苏老爷子 苏老夫人继续说道 小孩子睡得好才能长身体 你少给我扯什么自律 小孩长身体最重要 放假赖床 天经地义 没有赖床的人生 算什么完美人生 上学的时候 他们就没迟到过 那么放假了赖点床怎么了 苏老夫人觉得 该严格的时候严格 该纵容的时候也要纵容 反正她对几个孩子都很放心 苏老爷子抖了抖报纸 老脸上的褶子都板了起来 都弄道 好多坏的都让你说了 我能说什么 苏老夫人没听清楚 你说什么 苏老爷子摸了摸鼻子 没什么 顿了一下她又说道 我说 他们放假什么都不学 一个个懒在家里太浪费人生 给他们爆点辅导班 苏老夫人直接翻了个白眼 苏和文和苏和问 需要课外辅导吗 苏老爷子 不需要 苏老夫人又问 像苏子熙和韩寒这样的 辅导有用吗 苏老爷子 好像的确没用 苏老夫人最后说道 苏宝才几岁 需要上课外辅导吗 苏老爷子 她不说话就是了 苏一辰就很聪明的 一开始就没插过嘴 苏老夫人牢牢叨叨 李大钊说过 学的时候就要认真的学 玩的时候就要好好的玩 小孩子玩是天性 玩的过程 就是动脑筋的过程 突然她想起昨晚水床的事情 一时间不说话了 不过虽然搞得鸡飞狗跳的 整个苏家重修电路 也花费不少 但是孩子们最后也做了总结 苏家有钱 给他们随便造 这么想 苏老夫人又乐观了 哼着歌出去 准备去跳广场舞 苏宝揉着眼睛 迷迷糊糊地下楼 外婆 我肚子饿饿了 她道 小家伙头发披散着 怀里抱着一只兔子 头顶上还竖起来一小撮呆毛 软萌软萌的 苏老夫人立刻叫人 把早餐端出来 苏宝怎么起来那么早 苏老夫人一边帮她倒了牛奶 成了小半碗粥 苏宝说道 嗯 睡着睡着就行了 师父父刚回来 听说又去监狱守了一个晚上 苏宝觉得自己 应该要帮师父父一起调查 所有吃完饭后 她要跟师父父研究研究 正想着 有人打电话进来 苏老夫人接了电话 似乎有些意外 不过旋即笑着点头 好 可以啊 苏宝疑惑 外婆 是谁啊 苏老夫人道 是一个阿姨 等会过来我们家看看 说吧 看向苏益晨 以前跟玉儿一起治疗过的那个女孩 叫贝晨宇的 你还记得吗 苏益晨想了想 点头 怎么 苏老夫人感慨到 她治疗结束 回国了 当初那个女孩跟玉儿一样 都是白血病 苏景玉没等到合适的配型 但贝晨宇却等到了 不过贝晨宇家很穷 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和玉儿认识的 玉儿很替她高兴 还求苏益晨帮贝晨宇出医药费 苏益晨怎么可能忍心拒绝 再说了 几百万的治疗费 她出得起 对苏家来说 这点钱不算什么 后来贝晨宇就在苏家的资助下 出国去治疗了 后来玉儿失踪 苏家都在找玉儿 为这件事弄得心力交瘁 再也没人记起贝晨宇 毕竟对苏家来说 贝晨宇只能算他们稍微熟悉一点的陌生人 素宝一边吃东西 一边攥着鸡蛋丸 忽然鸡蛋立住了 旋即巴搭一声倒下 只向苏益晨那边 素宝一了一声 大约上午十点左右 家里来的客人 是一个穿着朴素的女孩子 看着二十三四岁的样子 苏老夫人您好 我是贝晨宇 您还记得我吗 贝晨宇一脸紧张的样子 揪着自己的衣服 苏老夫人很好说话 笑道 记得 坐吧 贝晨宇不安地看了沙发一眼 说道 那个 我还是不坐了吧 这个沙发看着好贵呢 我不配 苏老夫人 素宝 说着不配 一脸不敢抬头 看人的样子的贝晨宇 却看向苏益晨 益晨大哥 我今天来就是想谢谢你们的 当年要不是你给了我钱治疗 我可能现在早就死了 可是我都不知道能怎么报答你 我 我家里 很穷 不知道能送什么 贝晨宇咬着唇 不安地搅着衣角 素宝 一 二十五苏锦宇的病友贝晨宇 素宝奇怪地看着这个 叫贝晨宇的阿姨 只觉得她的行为举止好奇怪的 苏锦宇在一旁诧意说道 是贝晨宇啊 素宝小小声问道 以前我在医院治疗 能下床走走的时候 会到花园里去走走 就是在那个时候 遇见了贝晨宇 闲聊中苏锦宇才知道 贝晨宇也是得了白血病 她一脸黯然伤神 说准备不治了 我就问她 怎么不治了呢 鼓励她 不要放弃希望 她说 家里为了给她治病 卖掉了车子房子 原本就是小县城的普通人 一场病耗尽了全部家底 苏锦宇很同情她 看她要放弃治疗 选择出院 她父亲蹲在一旁一声不吭 第二次再见她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月之后了 她上次治疗结束回去 然后又到了再次化疗的时候 贝晨宇说 她闹着不来治疗了 可她爸爸为了给她治疗 都去抽血卖钱了 妈妈跪着求她 说完 贝晨宇还很羡慕地看着苏锦宇 说她住 享受最好的医疗资源 永远不筹钱的问题 可她不一样 她随时都做好了死的准备 甚至想跳楼结束自己 让父母解脱 我觉得他们家真的很可怜 就这样慢慢成了朋友 后来她每一次住院治疗的钱 都是我出的 毕竟那时候 钱对她来说完全没有意义 她不是圣母 只是在贝晨宇身上 看到了同样的绝望 私心里希望别人好 她也能好 看到别人好 仿佛自己就多了一丝希望 素薄恍恶 原来是这样的 最后一次 应该是我躺着 都不能起来的那时候 她自己上来曾 找到了我 哭着说跟我道别 我问她怎么了 她说找到了合适的骨髓配型 可是一整个换骨髓 话聊下来 需要几百万 根本不是家里能负担得起的 上天为什么那么残忍 给了我们希望 却一次次让我们绝望 我还不如没有听到这个消息 这是贝晨宇当时说的 苏锦玉那时候 也等着合适的配型 她也知道绝望中等着 这一线希望的感觉了 多少绝症血癌 是在等待配型中死去的 而她也将是这样了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苏锦玉没有了别的念头 只希望多一个人活下去也好 找到了合适配型 却因为没钱选择放弃 那多可惜啊 于是苏锦玉便求自己大哥帮忙 苏锦玉看向眼前的贝晨宇 她现在貌似痊愈了 但这人与她记忆中的 又有些许不一样 或许做了鬼 看的事情也清晰了一点 苏锦玉尘微微垂谋 淡淡说道 不必了 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行 她都快忘记这件事了 当初之所以给贝晨宇钱 只不过想着行善积德 为怨自己小妹 也早日等到合适配型罢了 贝晨宇却不依不饶 更是不安适的 紧紧搅着衣角 结结巴巴 锦玉尘大哥 你 你别这样 我是真心感谢你们 她说着红了眼眶 又恳求 所以我 只想做点我能做的 不报答 你们的恩情我 我真的于心不安 苏老夫人站了起来 淡淡说道 你想怎么报答 给我当半个女儿 顶替玉尔吗 苏家给了她钱治疗还不行 她还想当苏家的女儿 贝晨宇顿时惶恐 竟扑通一声跪下来 不是的不是的 老夫人您误会了 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念头 我 我真的 只是想替锦玉孝敬您 照顾您 我只是想 哪怕你们同意 我进苏家做个佣人也好呀 我做牛做马报答你们 求你们了 贝晨宇的态度卑微极了 一个劲地哀求着 素宝忽然插嘴 这位阿姨 你到底 是想照顾我外婆呢 还是想照顾我大舅舅呀 为什么你总是 偷偷看我大舅舅呢 贝晨宇垂着的眼眸 时不时就悄悄看向苏义晨那边 大人们比较高看不到 可她是小孩 她一抬头就看到了 这个阿姨的眼睛 一点都不诚实 苏老夫人顿时无语了 想当苏家的女儿就算了 还基于她儿子呢 你在想屁吃 贝晨宇一将 连忙否认 不是 我没有 我只是怕一辰大哥不高兴 素宝好心提醒 可是在我们家 我外婆才是老大啊 众人 贝晨宇 她不安地咬着唇 啊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我一个小地方出来的人 都不懂这些规矩 是我丢人现眼了 她跪着磕头 老夫人 对不起 对不起 苏老夫人十分无语地往旁边闪开 这都什么年代了呀 动不动就下跪磕头 搞得好像他们像欺负人似的 她都后悔死了 当初所有人心神 都在育儿身上 这个贝晨宇 每次找苏锦玉的时候 又都是在他们不在的时候 苏老夫人都不知道 她是这样的人 要是知道 刚刚绝对不会答应 让她过来拜访 贝晨宇你先起来 坐着说话 苏老夫人说道 一边看向聂书 示意她赶紧送客 贝晨宇摇头 不了 我 我不做 我身上的衣服 又脏又旧的 别把沙发弄脏了 说吧 她羡慕又小心翼翼地 看了一眼周围 小声说道 原来锦玉家是这样的 好像电视上演的那样的 我都没见过 不像我家 我家又小又脏 苏老夫人 她那话只是随口一说啊 素宝突然又冒出一句 这个阿姨 你们家是不是非常不讲卫生啊 为什么衣服脏了不洗 还穿着出来呢 为什么家里脏 又不收拾呢 贝晨宇 素宝 你的衣服十天不洗了吗 为什么坐一下 就能把沙发弄脏呢 贝晨宇 素宝恍悟 我知道了 这可不是个好习惯 头上会长狮子大 你们还是改改习惯吧 贝晨宇 众人憋着笑 小孩子真是有什么问什么呀 做个小孩子真好 念书微微一笑 贝小姐 狗不嫌家贫 子不嫌母丑 家境这种事情 是不能比较的 我们老夫人等会有事要出门了 我还是先送你回去吧 贝晨宇顿时一脸局促 咬唇 小脸苍白 我错了 我不应该来的 打扰了你们是我该死了 对不起 说完眼底含泪 睫毛微微一掀 泪眼汪汪地看了苏依晨一眼 又像只受惊的小兔子 迅速低头 依晨大哥 让你们讨厌了 对不起 苏老夫人听着他不停地道歉 一边道歉 还一边贬低自己 真是幸好嘞 这种人 直接赶走 以后贝晨宇要是能踏进苏家 一步算他输 贝晨宇低着头 搅着衣脚 都快把衣脚搅烂了 按照正常逻辑 别人听到这句话 肯定会客气客气地说 怎么会呢 我们没有讨厌你 然后为了表示 自己真的没有讨厌他的意思 就留他下来坐一坐 二十五阿姨 那你还钱吧 苏老夫人直接说道 聂叔 把他请出去 看着真是烦死了 聂叔听这话 连客气都不客气了 请罢贝小姐 贝晨宇跟听不见似的 喷喷磕头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知道 我不配他进这里 可是我真的很想感谢你们 要不是一辰大哥给我钱治疗 我是活不到现在的 老夫人求你给我个报答的机会 不然我心底不安 素宝小眉头都皱起来了 这个阿姨明明是来感谢的 可怎么让人感觉很不舒服呢 阿姨 那你还钱吧 素宝想了想 说道 阿姨你一直说不知道怎么报答 还说不报答就心里不安 那你就还钱啊 还完钱 就什么事 也没有了 小家伙一脸认真 他是真的在思索问题 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而且他突然想到 这么多钱钱呢 几百万 比他红包还多 还钱 必须还钱 超凶 Omega 苏家众人都愣了一下 这个思路 他们怎么没想到 一时间大家都不说话了 苏老夫人给念书使了个眼色 示意他让素宝说完 贝晨宇傻眼了 他是来感谢苏家的 不是来还钱的呀 再说了 他哪里需要那么多钱还 我 他紧紧就这衣服 我没钱 我们家为了我治病 把房子车子都卖了 素宝惊讶 哦 那你是来我们家找工作的吗 贝晨宇一听 立刻顺势说道 如果你们不嫌弃 我愿意给你们当牛做马 他把自己的姿态放得极低 苏家人好像很宠这个小女孩 小孩子最好哄骗了 哭着求求情 说不定这小丫头就收下他了 素宝已经听他说了好几次 当牛做马了 小眉头皱得更紧 阿姨 你找工作就找工作 为什么要当牛做马呢 我们家不缺牛马啊 贝晨宇 他暗暗吸了一口气 渲染玉气 我没有什么文化 大学都没上过 我真的不配 只能当牛做马了 素宝小脸越发严肃 你来我们家当牛马 那我们要给你发工资吗 可是这样的话 你不是在用我们家的钱 来还给我们家吗 这样算的话 好像是他们亏啊 牛马光吃不干活 苏家也没有什么事情 要给牛马做 亏死了 贝晨宇 他要吐血了 这小破海 什么理解能力啊 正常不是该说阿姨你好可怜 那阿姨 你留下来吧 阿姨你放心 我们不会亏待你 他连忙说道 不用不用 给我一口饭吃就好 素宝没头 都快打成一个结了 那意思是 还要我们养你一辈子 贝晨宇 小家伙摇摇头 阿姨你不还钱就算了 还想要我们养你一辈子 阿姨你不是来报恩的吧 素宝绞尽脑汁 没想到那的词 小五在一边补充 感谢你们 我将来会报复你们的 素宝 阿对 阿姨你是来报复我们的吧 贝晨宇 他人都傻了 怎么聊着聊着 就聊到这程度了 我没这个意思 素宝疑惑 那你是什么意思 贝晨宇一时掖住 只能看向苏一辰 一辰哥 苏一辰一脸麻木不仁 聂叔 把他赶出去 还有 当年他借了五百万 你跟进一下 让他还钱 聂叔 好的 贝晨宇慌了 一辰哥 我不是 我是 聂叔直接抓住贝晨宇的手臂 把他拖了出去 你是怎么样的 我们不是很关心 记得还钱 贝晨宇眼泪速速而落 可 可我现在刚痊愈 我做不了什么工作啊 我没办法赚钱还你们 聂叔 所以你就上门来 想让我们养着你 把你当大小姐养着 贝晨宇急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聂叔冷笑一声 又说上门来做牛做马 暴打你们 又说自己刚痊愈 没力气干活 就是想让人养着他 最好再把他当成大夫人伺候对吧 天还没黑呢 就想得这么美 聂叔都懒得说话 把贝晨宇交给保安 保安 才不管贝晨宇是什么刚痊愈的病人 业务纯熟的 把他扔了出去 贝晨宇摔在地上 眼泪汹涌 他的命 真的是太苦了 正是花季雨季的时候 得了白血病 为了给他治病 家里一瓶如洗 终于治好回来 还什么都做不了 就只能拖累父母 看着父母每天那么辛苦 他真的好难过啊 所以才会来苏家 而且 是苏义晨给了他一张支票 那时候起他就发誓 要报答苏义晨 在国外治疗那么痛苦 他就是凭借这个信念 才坚持过来的 可他们却不要他 贝晨宇越想就哭得越凶 只觉得自己真的很可怜 哭唧唧地走了 屋里 素宝反复叮嘱 大舅舅 记得让那个阿姨还钱哦 他不放心地补了一句 外婆 素宝觉得 那个阿姨不是什么好人 好吃懒做 衣服都不洗的 还要我们养着他 还要给他钱 外婆你千万不能不用他哦 苏老夫人好笑道 放心吧 不会的 当年怪他们把月儿保护得太好 才让月儿那么容易被人骗 苏锦玉在一边嘀嘀咕咕 当初我怎么就瞎了眼 看贝晨宇哭 又想到自己同样的境遇 就心软了 要不是他一身欧气 他都想附身去吓唬吓唬贝晨宇了 现在总感觉吃了屎一样难受 忽然他想到什么 说道 素宝啊 可以让倒霉鬼出来 跟我出去溜达溜达吗 不是他小气 绝对不是 就是纯属好奇 看看倒霉鬼 所以本着严谨的精神科学求证一下 素宝十分信任自己妈妈 说道 可以啊 苏锦玉 嘿嘿 看了看外面的日头 苏锦玉都迫不及待了 恨不得赶紧天黑 却见记长飘了下来 沉着脸说道 素宝 走 跟上贝晨宇 这个贝晨宇 有点问题 255岛没老地上 贝晨宇回到了家里 现在他们住的地方 是租了一个小区的房子 才两房一厅 很小 他一进门就感觉到很压抑 忍不住捂住胸口 又老又旧 落差太大 一下子没缓过来 贝晨宇的妈妈 刚从厨房出来 就看到他这个样子 连忙说道 女儿呀 你是不是又哪里不舒服了 快坐下来 贝晨宇顿时哭得很凶 妈妈 苏家他们看不起我 把我赶出来了 还让我还500万 都怪我 我一点用都没有 连累了你们 现在我去哪里要500万呀 贝晨宇哭得喘不过气了 贝晨宇的妈妈惊呆了 什么 他女儿天天觉得过意不去 才去苏家道谢 他们不肯接受 就算了 还要他们还500万 他顿时感觉到好心酸 为什么穷人那么难呀 老天爷总喜欢欺负穷人 贝晨宇妈妈擦了擦眼泪 人穷就是这样了 哪里指望 人家有钱人 真的看得起我们 算了 我们做牛做马一辈子 还给他吧 谁让妈没本事呢 只要你好好活着妈 就很满足了 母女俩顿时哭成一团 苏锦宇领着倒霉鬼 找到小区 疑了一声 这不是苏小玉爸妈 给他留下的那栋楼吗 虽然不是高档小区 爬楼梯那种 苏宝 你待在车上 妈妈去帮你盯着 苏锦宇拍拍苏宝 苏宝软萌可爱 笑眼弯弯 好搭 季长盯着这栋楼 感觉到了一丝诡异 这个小区都是老旧小区 唯独这栋楼阴森森的 周围有丝丝阴气不断飘来 我去查看一下 苏锦宇 你别乱来 苏锦宇 哥你放心 我什么人 你还信不过吗 季长嘴角一抽 假装信了 无语飘走 苏锦宇立刻带着 倒霉鬼网楼上飘 走啊小老弟 带你去玩玩 他道 倒霉鬼 姐 你可别害我啊 苏锦宇 那哪能啊 姐是那种鬼吗 倒霉鬼一脸 你就是得表情 看他 苏锦宇正要说话 就见前面房门前 有个熟悉身影 哦吼 是包租婆苏小玉啊 苏锦宇自来熟地上去 给他摸摸头 看你欧气快没了 给你添一点 不用谢哟 苏锦宇爱怜地 勾了勾苏小玉的下巴 苏小玉打了个喷嚏 东东道 什么吗 突然感觉凉嗖嗖的 看来今天也收不回房租了 他敲了敲门 很快贝晨宇妈妈 出来开门了 看见苏小玉 赶紧又是弯腰 又是陪笑 房东小妹你来了 快进来坐 我们刚要吃饭呢 苏小玉推却不了 贝晨宇妈妈的热情 只好进门 结果就看到母女俩饭桌上 就只有一碟青菜 以及贝晨宇面前 一小碗排骨汤 怎么就吃一点 贝晨宇妈妈苦笑 都怪我没本事 挣不到钱 医生说了要加强营养 我却说着抹了抹眼泪 贝晨宇道 妈你这是干嘛啊 小玉妹妹今天来收房租吗 贝晨宇妈妈连忙说道 对对 我去拿钱 她把自己的钱包拿出来 翻来翻去 就翻出了一百块 正在这时候 贝晨宇的爸爸回来了 看到苏小玉来收租 闷不吭声地摸遍了口袋 摸出两百块 贝晨宇妈妈苦笑道 房东妹子 真对不住 要不我先给三百 贝晨宇眼泪浮了上来 对不起 都是我拖累你们了 下个月的免疫一直要 我不吃了 贝晨宇妈妈捉着衣角 一脸局促不安 贝晨宇爸爸蹲在墙角 一声不吭地抽烟 苏小玉 这家已经欠他几个月房租了 水电费都是他交的 可是他知道 贝晨宇是刚患了 骨髓的白血病病人 哪敢让他停药 到时候出了什么问题 那不成他逼死他们的了吗 算 算了 苏小玉自认倒霉 就当是行善积德了 贝晨宇却一脸坚持 不行 我 我去找找我还有没有钱 我们欠房租太多了 他拿起自己的包包 掏呀掏 掏出十块钱 苏小玉 呃 算了算了 苏锦宇瞇了瞇眼 贝晨宇包包里鼓鼓囊囊的 看他在包包里掏来掏去 却不肯打开那家层 倒霉老弟 上 倒霉鬼无语 原来他就是个工具鬼 他任命地 趴到贝晨宇头上 正在掏钱的贝晨宇 又磨出一块硬币 这时候 套在手上绑头发的橡皮筋 却不小心勾到包包家层的拉链 哗啦一声 贝晨宇都还没来得及反应 家层里那叠钱 就这样掉了出来 贝晨宇手慌脚乱 众人都惊呆了 贝晨宇爸妈都想不到 自己女儿有那么多钱 贝晨宇没办法了 只好也装作吃惊的样子 啊这 这是怎么来的 我知道了 昨天我去医院复查 一个阿姨飞拉着我 一定是他偷偷给的 苏锦宇无语 演得可真相啊 钱都掉出来了 贝晨宇只能一脸坚持的样子 把欠了几个月的房租水电 全给了苏晨宇 苏晨宇直到出了门 人都是猛逼的 欠了几个月的房租 竟然这样拿回来了 顺利的他都有点不安了 苏锦宇嗨了一声 让你拿你就拿 走吧走吧 他在苏晨宇额头上抹了抹 苏晨宇迷迷糊糊地走了 屋里面的贝晨宇 却心痛地像在滴血 他好不容易才挣到的一笔钱 原本想拿着这笔钱 买好一点的衣服 还有护肤品 化妆品 他苦了那么多年 也想跟正常女孩那样 打扮得漂漂亮亮 也想配得上苏晨宇啊 贝晨宇妈妈问道 女儿啊 这些钱真的是别人给你的吗 贝晨宇垂眸 掩盖眼底的闪烁 嗯 是一个有钱阿姨给的 贝晨宇妈妈眼底有喜意 真好啊 要是每次去都能遇到就好了 他喜滋滋地去忙了 贝晨宇提不起精神 有气无力地坐下来 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 凳子竟然掀了 他一屁股坐在地上 疼得他眼角冒泪花 贝晨宇妈妈连忙过来扶他 结果不小心打破那碗排骨汤 泼在了贝晨宇头上 贝晨宇爸爸皱眉 一边怪贝晨宇妈妈不小心 结果自己也不小心踩到撑衣杆 撑衣杆啪一声打到了贝晨宇脸上 贝晨宇的脸瞬间就红了 256倒霉透顶的贝晨宇 贝晨宇脸被打肿 嗷的一声捂着脸 眼泪哗啦啦地掉 他爸妈连忙过来 手忙脚乱地给他擦脸擦头发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 把汤泼到女儿头上 他爸怒道 你还说我 你还不是踢到撑衣杆 把女儿打了吗 看脸都打红了 他妈也怒道 贝晨宇一边抹眼泪一边说道 爸妈你们别吵了 我去洗个澡 两人连忙把他扶起来 结果地上的汤滑 又把他给咚一声缠倒 三人都摔了得大屁股蹲 贝晨宇感觉尾椎骨都要裂开了 看他爸妈还要扶他 连忙说道 爸妈我自己来 他扶着桌椅去了卫生间 越想越觉得委屈 在苏家吃了瘪 回家又没了一笔钱 现在还这么倒霉 贝晨宇一边响一边打开花洒 结果花洒呼一声立了起来 诡异地追着他跑 贝晨宇吓得惊叫一声滑倒 这一次是掉进了厕所里 脚还踩进蹲坑的洞里 咔嚓一声 骨折了 听到贝晨宇惨叫 他妈赶紧开门进来 好家伙 浴室里一片狼藉 花洒跟埃及舌五式的不停地乱窜 贝晨宇躺在厕所坑旁边 这这这 这是怎么回事 贝晨宇妈妈赶紧把贝晨宇扶起来 他爸一脸猛逼 你们不一直说花洒水压太小吗 我早上换了个增压花洒 贝晨宇妈妈 贝晨宇 最后贝晨宇也不知道怎么回到房间的 诸如什么洗头的时候 被水灌进了鼻子 泡泡刺痛了眼睛 躺到床上撞到了床头之类的 就不用说了 贝晨宇倒霉的都怀疑人生了 现在躺在床上 尾椎骨疼 脚扭伤的地方也疼 摸了摸额头 竟然还发烧了 贝晨宇眼泪指都止不住 觉得自己好惨 为什么苏锦宇能够出生在那样的家庭 都死了 还霸占着这么好的地位 而他家却是一块钱 掰成两块钱花的穷人家庭 他努力活下来了 却还是没有风雨之后 见到彩虹 这个世界怎么这么不公平 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为什么那么大 老天爷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贝晨宇越想越伤心 哭得稀里哗啦 他不知道的是 他旁边正飘着两个鬼 苏锦宇探服道 我是真的服了 经过科学求证 倒霉老弟 你是真倒霉啊 沾谁谁倒霉 倒霉鬼忧怨 姐 不然我怎么会叫倒霉鬼呢 苏锦宇笑嘻嘻 所以你当初想接近我 就是基于我欧气的事吗 倒霉鬼 他敢说是 苏锦宇的欧气压他的煤气 他只有被苏锦宇压着打的份 别说分一点欧气了 别更倒霉 都已经很好了 走了 去找我的小苏宝了 苏锦宇书心了 悠悠地飘出去了 星号星号 小区的另一栋楼处 这栋楼位置偏僻 比其他楼洞更破旧矮小 其中六楼西北角 有一间破败的屋子 像是荒芜了很久 门口破了一个大洞 缠着乱七八糟的红线 红线上面挂着很多黄符 刀尖 鸡骨 乍一眼看去 白骨累累 刀尖森寒 很难想象这么一个小区 竟然会有这么一间房子 房子门前正站着几个小萝卜头 素宝 韩寒 苏紫熙和苏和问 他们是跟着素宝出来的 韩寒以为有什么好玩的 结果看了眼前这破楼一眼 一脸莫名其妙 这是哪脸 他问 苏和问手里抓着一个网 紧张兮兮 苏紫熙拿着一个相机 正是苏和问发明的那个见鬼相机 正一脸无语 百无聊赖地站着 师傅负 这是哪脸 素宝好奇地看着眼前 苏和问看向顶上的门牌号 低声道 七栋一单元602 你去查查 记长道 虽然他可以查得很快 但现在要的是素宝自己来 素宝应了一声好的 却是飞快地跑下楼 苏和问 哈 这就走了 他才刚要开始呢 苏和问看了看素宝 又看了看自己手里的网 为了验证这个网能不能抓到鬼 他一咬牙把抓鬼网扔了进去 快跑 他跟着素宝往下跑 寒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觉得莫名紧张 等等我 苏子熙不耐烦地拿着相机跟上 这时候 身后却传来叮铃一声 这是苏和问那张网上的铃铛的声音 苏子熙回头看了一眼 盯着那破败的门 里面黑洞洞的 他突然觉得 眼前这房子有点可怕 连忙也跟着跑了 现在是下午六点左右 很多婆婆带着孙子孙女 在小广场处玩耍 刚下楼 就有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仿佛跨过了两个世界 眼前一下子变得明亮起来 素宝回头看了一眼昏暗的老楼 更疑惑了 苏和问紧张道 这楼有鬼吗 寒寒 鬼 什么鬼 素宝摇摇头 还不知道 素宝 去哪里 苏景玉跟倒霉鬼下楼 正好看到素宝 妈妈 我要去问点事情 素宝把六楼那间奇怪的房子说 苏景玉说道 你一个小孩子 怎么问得到这些事吗 哪个大人会跟小孩唠嗑这些事 素宝拉着苏景玉 那妈妈 你跟我一起吧 苏景玉 哎 苏子熙和苏和问什么都没问 就跟着去 只有还没经历过什么的寒寒 一脸的莫名 什么吗 什么什么吗 到了小广场 素宝朝一个穿着青碎花衣服 看起来很喜欢说话的婆婆走去 婆婆 你好 阿婆看了看素宝 又看了看苏景玉 问道 怎么了 你们是哪家的孩子啊 怎么没见过你们呢 她根本不知道 此时的她见鬼了 苏景玉这才反应过来 阿婆能看到她 呀 阿婆看着很阴朗吗 吃过饭了吗 苏景玉笑眯眯 折指两洞那边 我大哥在那边 她也没说谎 苏一辰的车的确停在那边 阿婆顺着她方向看了一眼 以为他们是来拜访亲戚的 自来书地唠嗑起来 哦 你们家亲戚在这里啊 我吃过饭了 你们吃饭了吗 素宝纯真无邪地点头 催生道 嗯啊 吃了 谢谢婆婆 苏和问 谢谢婆婆 苏子熙 寒寒 苏景玉跟着蹲坐下来 跟阿婆唠嗑起来 没一会 两人就混熟了 对了阿婆 苏景玉凑近阿婆 低声问道 当我带我女儿去了那边玩 发现那边有个好奇怪的屋子 上面挂着红绳 黄服 和鸡爪骨头 那是什么呀 阿婆脸色微变 拍了一下大腿低声说道 你们怎么跑去那里了 257栋602 苏景玉一脸茫然 那里怎么了吗 阿婆左右看看 凑近苏景玉 我跟你说 那地方晦气 别往那边去 苏景玉 啊 怎么了怎么了 展开说说 两人脑袋靠在一起 嘴里堆巴堆吧 一边说还一边时不时 看向七栋那边一眼 颇有点村头情报局成员的气质 只差手里没拿着一把瓜子了 那栋楼现在说是微楼 不给人住了 所以破败得很 可真实原因不是这样的 十几年前那边还住人 六楼那个房子 苏景玉插嘴 602 阿婆 对对对 就是那间 以前那里住了几个男的 不是我们这儿的人 他们操着一口外地口音 是来这里做生意的 还在小区支起了摊位 业主不让他们摆摊 他们直接打人 真是一点都不客气 素宝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一把瓜子 插嘴道 这么凶的啊 苏和问神经绷紧 凶 大凶之殿 果然有鬼 阿婆冷哼一声 那可不是吗 他们不仅把住这里的业主打了 动那个小卖部 你们刚刚过来看到吧 他们还抢了那个小卖部 把原来的老板赶走 自己在那开 我们不在他那里买东西 还会被他们恐吓 似乎是回忆到了很不好的历史 阿婆眼底都迸发出一丝恨意 苏景玉皱眉 这几个人就是妥妥的大恶人 怎么没人管管 苏景玉问出自己的疑惑 这么过分 难道就没有人管管他们吗 阿婆语气里带了一丝憋屈 没有 他们占了小卖部 强行买卖 后来不满足 就赚那点钱 然后他们开始把小区里那些空地霸占了 那时候我们家里有摩托车呀 三轮车什么的 平时都是放在自己家楼下的 不要钱 他们规定 我们家楼下的空地不是我们的 要停车就要交费 后来更过分了 他们在门口设拦截 说我们必须证明自己是这里住的人才得尽 怎么证明 每个人都要在他们那里办一张居民证 上面写你的姓名年龄 还得写你的职业 证明你是良民 苏景玉震惊的睁大眼睛 不能吧 这种事就没人报警 阿婆气闷道 他们是一个暗黑集团的 心狠手辣又狡猾 当时没人管得了 小区就这样 在他们的欺压之下 憋屈生存 不少人都赐了工作要去上访 就为了把他们扳倒 那几个男人为了给这些人一个下马威 竟抓了他们家的老人 女人和小孩 就关在七栋那里 阿婆看向那栋楼 素宝涵涵和苏和问 苏子熙都不由得紧张起来 问道 然后呢 阿婆看了他一眼 最终还是说道 然后大家都跟他们打了起来 为了震慑敢跟他们反抗的人 他们把那些老人小孩和女人都杀了 阿婆的眼睛渐渐变得浑浊 他们连小孩都不放过 那个晚上整整死了凌人 事情闹大了 那几个男人才终于被抓起来 关了进去 苏景玉男男道 不会吧 这事情太夸张了 死了三十人 难以相信 朗朗乾坤 竟会有如此悲剧 阿婆敏纯 可不就是吗 难以相信 所以没人敢信 直到他们上了法庭 他们都在狡辩 说林这个数字 简直太扯淡 他们怎么可能杀那么多人 直到证据都摆在他们面前 那群畜生不如的东西 竟说他们 只是为了教育不听话的弟弟 说他们和小区是一家人的关系 那些上访的就是他们弟弟 他们是痛心弟弟不辱迷途 才想要教化我们 阿婆说到这里 都不由得讽刺地笑起来 素宝手里的瓜子 巴搭一声掉下来 再也没有心情捡了 小脸不知不觉皱在一起 苏锦玉久久没回过神 这么大的事 我怎么没听过 阿婆摇了摇头 太久远了 事情渐渐被淡忘 甚至我们有些后辈 自己都怀疑真假 毕竟死了林人啊 不是三个人 后来 那几个恶人被处死了 恶人的子女们反而很愤怒 非但不承认 他们父辈杀了人 还说小区里的人 诬陷他们父辈 苏锦玉默然不语 怪不得七栋一单元602 会被人用红线围起来 还贴满了皇甫诅咒 在这么个热闹的小区 却没有一个人觉得不妥 原来是这个原因 弄明白了七栋一单元602的真相 素宝和苏锦玉 回去找祭祥了 天色渐黑 阿婆弯着腰 喊自己孙儿回家 有人奇怪地问他 怎么跟几个小孩 嘀嘀咕咕说了那么久 阿婆愣了愣正要说话 不过却有个年轻人 跑来高兴地说 阿婆老家拆迁了 一下子好几千万 一群人瞬间就忘了这回事 阿婆也欢天喜地地 赶紧回家了 另一边 素宝问道 师父父 这个事情和监狱有什么关系吗 记长道 关押倒霉鬼的监狱 就是之前关押602 那几个恶人的监狱 倒霉鬼离不开的监狱 和那几个恶人有关 监狱的八个方向 被人镇压了 应该是为了锁住 那几个恶人的阴魂 让他们永世不能超生 这是倒霉鬼 被困在监狱 无法离开的原因 素宝恍恶 但是现在602有阴气汇聚 所以我们要去找到原因 素宝问道 师父 你不是进去看过了吗 记长没说什么 垂眸看着他说道 师父看的是师父看的 有些事 你要自己去看 素宝明白了 由于天黑了 苏一辰找了过来 听素宝说 要去602再看看 没有多问 就陪他上去了 七栋位于小区最偏西的地方 离他最近的六栋 都隔了一个小操场 小操场长满了杂草 可以看出 这边很少会有人过来 黑漆漆的楼洞里 只有苏一辰 和素宝他们几个的脚步声 苏一辰拿着手机 打开闪光灯 朝楼上走去 嘎 不知道哪家的门被风吹开了 在这寂静的黑夜里 听得令人头皮发麻 苏和文不经意 抬头看了一眼 吓得瞳孔猛的一缩 尖叫一声 抱住素宝的手臂 妹 妹 妹妹 25对妹妹崇拜的目光 素宝拍了拍苏和文 安心了 我在这呢 苏子熙举着相机的动作 也僵住了 只有一直在状况外的寒寒 一头雾水 怎么了 这里到底怎么了 不就是一扇门被打开了吗 苏一辰皱眉 她感受周围空气都变冷了 嘀声道 素宝 素宝说道 大舅舅放心 有师父父在 不会有事打 听到记长在 苏一辰才放心些 却见苏子熙 忽然把手里的相机扔给他 一边磕磕巴巴地说道 大 大伯 你你你拿 苏一辰借过相机 他拿就他拿吧 苏和文的相机的确不一般 苏子熙毕竟是小孩子 怕也可以理解 正想着 苏一辰视线一瞥 就见相机里面 满满当当都是人 其中刚刚嘎吱打开的那扇门旁边 静静地站着一家老小 他们面色枯朽惨白 双手垂在身侧 都是双眼直勾勾地盯着这边 大舅舅的手指微不可查地抖了一下 于是队伍就变成了 素宝带着大家往上走 苏和文两眼发直 把自己变成斗鸡眼 苏子熙走路的姿势 变得有些僵硬 同手同脚 苏一辰拿着相机 却不看画面 目不斜视 只有寒寒抱怨着 素宝 我们还要爬多久啊 这里一点都不好玩 什么都没有 我都快累死了 我爬不动了 素宝打断他的话 到了 他们又来到了六楼六百零二门前 六百零二的门 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开了 红绳挂着的黄纸 呼啦啦地吹响 突然苏和文听到了熟悉的铃铛声 叮叮叮 素宝 走吧 进去 苏和文脸都下白了 我就不用进去了吧 素宝点头 可以啊 那哥哥你在外面等哦 苏和文眼角余光看了一眼 走廊上几条人影飘在那里 他们不知道为了什么 全都直勾勾地盯过来 还有一个老婆子沙哑的声音 在吃力地说着 小 姑 娘 苏和文头皮发麻 连忙说道 算 算了 我也进去 妹妹去拿我就去拿 一边苏子熙 依旧一声不吭 苏和文心底 都不由得多了一丝敬佩 他这个堂哥居然这么淡定 平时是他小瞧他 只有什么都不知道的韩寒在说 里面太黑了 我怕有老鼠 苏和文心底大叫 现在是老鼠的问题吗 按照那个阿婆说的 这屋子里面的东西 保不齐就是那几个恶人的鬼魂 苏保安慰道 放心吧 这地方是死地 不会有老鼠的 寒寒 哦 死地是什么意思 地还分死和活 踏进屋子 苏一辰拿着手机罩了一圈 只见里面桌椅破败 似乎以前 这里打过架 桌子腿椅子腿 什么都是断的 东西乱七八糟地散落在地上 客厅镜头倒是有一张桌子 稳稳地立着 毫发无损 借着灯光 能看到上面立着四个什么东西 前面还有隐约的黑影 苏和文迅速看了一圈 奇怪的是 这个屋子里倒没有鬼 他刚刚丢进来的抓鬼网 就在门口不远处 时不时叮叮一声 里面却没有东西 可能是他的抓鬼网不行吧 制作的时候 出了什么问题 总之这里面没有鬼就好 苏和文稍稍松了一口气 这时候 突然传来哗啦一声 窗帘陡然被人拉开了 苏和文吓得跳起来 噢噢噢 他猛地扑进苏一辰的怀里 脑袋重重撞在苏一辰哭当处 苏一辰顿时闷哼一声 这个 熊孩子 见素宝躲在柱子后面 目归反省